今天咱们继续用芒果跟大家分享一款夏日解暑冰淇淋 口感绵腻顺滑抹冰渣 一点也不比外面买的差 我今天准备了两个芒果肉 将处理好的果肉全部倒入果汁杯中 倒入150毫升纯牛奶 将它打成芒果泥放一旁备用 碗中打三个鸡蛋直取蛋黄就好 加上50克白糖 用打蛋器将它搅打均匀 打至蛋黄颜色800即可 把之前打好的芒果泥加进来 继续搅打均匀后 全部倒入瓶底锅中 小火慢慢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直至搅拌至微微鼓泡就可以了 关火让它自然晾凉 准备250毫升淡奶油 加5克白糖帮助打发 打发个3-5分钟 就可以了 将晾凉的芒果蛋服夹进来 翻拌均匀 准备平时吃血糕 积攒下来的解糕盒子 将冰淇淋服均匀 分装到盒子中 盖上盖子 放冰箱冷冻6小时以上 这样做出来的冰淇淋口感绵密 无冰渣却无添加 芒果味超浓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 拜拜